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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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投屋香衛生所 庫里斯退休的 我在衛生所還沒退的時候 我就有認養這個向山社區發展行會 然後加上我們在老人這個區塊 社區環環祭典站有在經營 那加上我在衛生所的業務 是做社區健康營造 本身就要跟社區結合 所以就會融入在一起 就成立之前照顧中心 退休以後 就在社區裡面做一個經營 因為上了整年度的有機課 然後接受老師的建議 真的把有機實際經營落實 所以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的有機 比如中興大學就認證過了 認證過以後 我們透過老師的介紹 我們也到鄰近的 像台中 新竹附近的有機農場 我們有去互動交流分享 透過他們的一些的指導 然後我們也把它融入到我們的農場裡面 像甜菜根 我們就是把它做成酵素 那洛神花一年才產一次 我們把很多洛神花拿來銷售 就做這個洛神花乾 或是做洛神花香腸 講到這個洛神花香腸 是有一次我們剛好去大福 那現在大福他們都把草莓做成香腸 那我們就買了好幾條回來 然後我們就自己研化 我們想說洛神花跟草莓一樣是甜的 然後我們也來把它研發成香腸 所以那時候我們做出來的時候 口感不會出草莓香腸 我們是這樣研發出來 另外有一部分 我們會把它做洛神花的麵線麵條 目前我們主著就在這幾個層面這樣 就是讓產業能夠持續發酵出來 我們的產業就是從那時候一步一腳印 所以目前來講 就這一系列其實蠻有未來性 所以現在我們也一直持續下去 要換社區坦白講 是從沒有到有 所以像現在來講 品牌也好 產品也好 我們現在每天日積業累 那我們把我們的客家米食 或者說我們的茶飲 我們的有機出國 推銷出去以後 我們有一半以上都是回饋給社區的老人 那像我們日照的老人 社區的老人 關懷巨田的老人 因為我們是做長照2.0 我們也是盡量就是把社區的老人們 好好的把它照顧好 我們香山社區也很感謝 每個資源進來 讓我們從沒有到有 甚至現在朝永續去經營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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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